欢迎来到分享沙龙的安息日的咖啡时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起来与我同去 这是在雅各书二章十节 我的良人对我说 我的家偶我的美人 起来与我同去 在这里我们知道 我的良人就是预表耶稣 神对我们的心意是起来与我同去 神对我们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失败跌倒 沉迷于内疚和后悔之中 神从来没有在旁边观望 或是无视地评判我们的行走方式 好像他毫不在乎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 我们经常会经历到跌跌撞撞 失败软弱 伤痕累累 但神一直非常的在意我们 为我们全心加油 神给我们的话语是起来 他要我们从失败痛苦失望中起来 从跌倒挟住中起来 神对我们说起来与我同去 神对我们的命令是喜乐 起来与我同去 在雅各书二章十到十三节 我的良人对我说 我的家偶 我的美人 起来与我同去 因为冬天以往 雨水止住了 地上百花开放 百鸟鸣叫的时候 已经来到 班鸟的声音 在我们的境内也听到了 无花果树的果子 渐渐成熟 葡萄树开花放翔 我的家偶 我的美人 起来与我同去 这是起来与主同行的季节 冬天以往 春天已经悄悄来到 愿神祝福 你在安息日 安息在主的里面 喜乐得着力量 起来与他同去 愿神祝福你有一个 美好的安息日